還有獎狀喔 回去要放好 相場哥哥頒獎 表揚箱內模範兒童 順道送上精美禮物 期盼孩子們提前感受到 兒童節的歡樂氛圍 我們在兒童節的前戲 都會舉辦這個 模範兒童的一個表揚大會 那今年有別於以往 我們特別 特別沒有集中去頒獎 而是由鄉長 親自帶著獎狀 到每個國小以及幼兒園 去做頒獎的動作 我們希望就是為了 因應防疫的需要 我們不集中去頒獎 而是分開分流 而且採用在空曠的地方 來做頒獎的活動 謝謝家長 謝謝家長 謝謝鄉長 我已經得第二次了 我很高興 孩子們開心受獎 鄉長強調 雖然把集中辦理的活動 改為各自拜訪 要跑很多學校 行程也較為緊湊 但為了做好防疫及分流 因此才決定採這樣的方式進行 而公所也能趁著這次機會 檢視校園的防疫狀況 是否有做到 確實消毒及測量體溫等防疫作業 並配合這幾天的防疫協調工作 剛好能做一個完整的統計及匯報 其實我們在兩個禮拜前就已經去召開這個防疫的協調工作的匯報 那也召集我們臨近的一些機關 一起來討論我們整個防疫的政策 那目前我們公所的所有的開放的一個場所都有做這個酒精消毒 以及量體溫的這樣的一個措施 鄉長強調現在正值防疫期間 很多活動都逼不得已暫停舉辦或取消 但鄉親們沒有抱怨 反而都很配合作業 因此他感謝鄉親的包容與支持 而公所也會持續努力 無論在兒童節活動或是即將到來的親民掃墓期間 做好各項防疫工作 屏東新聞 博玉婷 張志豪 採訪報導